首先让我们来出示一下Word的界面 在最左上角是快速访问工具栏 在这里有微软认为你会经常使用到的操作和命令 比如说保存在OneDrive网盘上 还有普通的保存 以及撤销和恢复 那如果你想添加其他的命令到快速访问工具栏 只要点击这个下拉小箭头 然后看里面有没有你想要的命令 如果有直接点击即可 那如果没有 你还可以选择添加其他命令 如果你想删除 只要把对号取消即可 在最右上角这里 我们可以登录我们的账户 或者注销账户 切换到其他的账户 再往右一点是功能区显示选项 我们可以隐藏功能区 或者我们可以只显示选项卡 那如果要调出命令 只要在选项卡上单击即可 在编辑区点击一下呢 功能区又会隐藏起来 当然我们还可以在这里选择显示选项卡和功能区 那刚才这种操作还有一个非常快捷的方式 我们可以把鼠标放在选项卡这里 比如说我放在开始这里 双击就可以隐藏命令 再次双击又可以显示命令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选项卡及其包含的命令 那首先我们来看文件选项卡 当我们打开文件选项卡 其实打开的是一个后台 比如说我们可以在这里新建Word文档 以及查看历史文档 还可以在这里保存另存为导出 我们有时候需要对Word进行一些自定义的设置 那这时候就可以通过选项来设置 那比如说现在我要把Word调成一个暗黑模式 方便夜间工作 那我可以来到主题这里 把彩色换成黑色 然后确定 当然我们还可以进行反向的操作 把黑色主题换成彩色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自定义 当然随着我们课程的深入 还会讲到其他的自定义 讲完了最特殊的文件选项卡 我们再来看最常用的开始选项卡 那以开始选项卡为代表这些选项卡呢 它们是由不同的工农组组成 那在不同的工农组里面包含着不同的相关的命令 以字体工农组为例 我们可以选中一些文字 然后来到字体工农组 找到加粗 很方便的给它加粗 那除了这些显示在工农组里的这些命令之外呢 还有一些隐藏的命令 如何能找到它们呢 我们可以在每个工农组下面可以看到一个小箭头 当我们单击这个小箭头就可以调出更多的相关命令 在这里我就先不做修改了 直接选择确定 再来看下一个选项卡 插入选项卡 在插入选项卡中你可以插入很多元素 比如说表格图片形状 还可以插入页眉页角页码 都是在插入选项卡中进行 再来看下一个选项卡 试图选项卡 我个人喜欢打开标尺 那这个标尺是在哪里打开的呢 我们来到试图选项卡 在这里有一个标尺 只要把前面的对号给它勾上 就可以打开标尺了 那既然是试图选项卡 它为我们提供了五个不同的试图 而这五个试图中呢 有三个试图在软件的右下角 有快捷的操作方式 这三个试图呢 打印布局是默认的 而外部版是不常用 那主要来介绍一下选取模式 这个模式我们可以简单的认为 可以把一份文档快速的变成PPT 为了更好的演示 我选一份长文档 然后点击选取模式 我们看到现在它以红牌两栏的形式 为我们重现内容 那我们可以通过下面的滑块 或者这里的小箭头来上下翻页 要退出读取模式 我们可以按键盘的ESC键 来回到打印布局 那旁边还有一个专注模式 这个模式我们可以试一下 当我点击专注模式 它就像突然关东了一样 那它可以让我们把注意力 集中于Word文档的内容上 那我按ESC键就可以退出专注模式 再来看最右下角的缩放功能 那我们可以把鼠标放在 简号或者加号这里来缩小 或者放大视图 也可以把鼠标放在滑块中心 通过左右拖动来控制视图的大小 还有一个我认为最快捷的 控制视图大小的操作 我们可以按住Ctrl键 然后通过鼠标滑轮的滚动 来控制视图的大小 接下来再让我们看一下软件的左下角 在这里会告诉我们一些信息 比如当前是第几页以及总共有几页 当我选中一部分文字之后 还会告诉我选中了多少文字 以及总共有多少文字 当前的文档是否有语法错误 以及当前的语言是什么 在最后还有一个非常极客的功能 叫做横 那我们后面会讲到 如果我们想让左下角的这个小信息栏 显示其他信息 我们可以在信息栏上右键 好我在这里添加一个显示改写模式 当我打开这个选项之后 我们看到它默认的其实是插入模式 这是一个正常的模式 比如说我在这里输入微软 那直接就添加上了微软两个字 但是有时候你会遇到一种 非常非常诡异的情况 我按CtrlZ撤销一下 我重新在这里输入微软 你会发现 诶 怎么我输入了两个字 后面又给我删除了两个字呢 这里的原因啊 大概率是你不小心按了键盘上的 Insert 键 导致现在的输入状态 由插入模式变成了改写模式 我们可以再次按Instagram键 我们可以看到下面的信息栏 它又从改写模式变成了插入模式 那这样又能正常的输入啦 同理我们要取消一个信息的显示 我们可以在小信息栏上右键 把前面的对号给它去掉即可 最后我们再来讲一个很实用的功能 是这个搜索Quarm 那它的快捷键是alt加q 这是一个很新很好用的功能 那我在这里输入一个HRO 现在我想把R进行下标的操作 那如果我不知道是在哪里操作 我可以来到搜索框里输入下标 然后直接点击这个下标 就可以进行下标的操作 那接下来我选择这个HRO 然后在搜索框里输入协体 再点击这个协体 就可以把字体变成协体啦 好 以上就是Word界面的初步介绍 那我们下节课再见